本周五,意大利就将全面取消户外口罩令 综合意大利信使报、网友报、特看二四网报道 一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在谈及上周住院情况时称 疫情数据似乎已预示着一种新趋势 所有指标都指向隧道终点的方向 但他同时强调,口罩此后仍将是一个常备物品 意大利目前的口罩令将于本周四十日到期 一政府现已准备取消户外口罩令 预计今晚即可作出最终决定 而一卫生部副部长安德尔·康斯塔亦表示 本周五十一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外口罩令 米兰病毒专家Falbretsil-Prigliosco也认为 如今已可放松限制 不过,由于病毒可在下一个冬季卷土重来 因此应采取折中方式 例如在发烧时不应去上班等 同时,绿色通行证预计将持续使用 一卫生部科学顾问理查尔迪称 意大利如今数据好转 主要得益于疫苗接种几率通措施 因此未来将继续保持这两项重要手段 一只口罩300欧 新冠病毒拦截率99.94% 你会买吗? 口罩无疑是什么目前最常备的防疫物品之一 但300欧元一只的超级口罩 你见识过吗? 近日,法国ERXAN公司推出了一款超级口罩 根据该公司网站信息 此款口罩内置空气过滤系统 可拦截所有悬浮在空气中的有害颗粒 也包括病毒、细菌、花粉、霉菌等 该公司称 口罩在用料和设计上都下足功夫 在保障舒适度的同时 也能达到近100%的密封度 实验室测试表明 该口罩对新冠病毒的拦截率高达99.94% 对H1N1病毒的拦截率高达99.99% 并且,这只看似笨重的口罩重量 仅为130克 配置的外部电源 则可保障主动式空气处理系统的工作 尽管听上去安全有保障 但这款科技感十足的口罩售价却高达300欧元 相当于300只FFP2口罩的价格 按1欧元零售价计算 不过报道也指出 考虑到室内口罩令人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普通口罩的更换频率也较大 因此一次性购买这种高科技口罩 似乎也挺划算 意大利研究显示肥胖的新冠肺炎患者 更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 2月6日 意大利媒体报道了 近日在国际肥胖杂志发表的一篇 主要由意大利团队完成的论文 此项研究揭示了肥胖新冠肺炎患者 更可能出现严重并发症的病例 中国央视网报道 论文指出 病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脂肪细胞遭到破坏 导致脂肪栓通过血液进入其他身体器官 在肺部形成膜结构 进而造成严重呼吸功能障碍 米兰国立大学教授恩佐尼索利补充说 感染新冠病毒的肥胖患者 尤其是内脏肥胖者 更容易出现因脂肪细胞死亡而引起的脂肪炎症 米兰国立大学指出 意大利和法国研究人员通过对19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以及23名 因其他疾病死亡的患者 进行尸检研究 得出的上述结论 意大利如果停止免费治疗新冠 一个患者将要支付多少钱 意大利华人接消息 在这场疫情大流行中不难看出 疫苗确实不能保证我们是否会被感染 但能够大大降低 我们在感染后进重症监护与死亡的风险 不过依旧有不少人抵触拒绝接种疫苗 导致了意大利医院ICU病房占用率一直高居不下 甚至德拉吉总理也在新闻发布会上 毫不犹豫地谴责了这些人 那么如果意大利像世界上其他自费治疗新冠的国家那样 停止免费治疗 如果需要住院 我们将会为新冠治疗支付多少钱 该数据由天主教大学与国家卫生系统奥塔姆斯提供 从数据来看 治疗新冠患者 每日的普通住院费用平均为709欧元 而重症监护平均花费1680欧元 而目前重症监护最高一天的费用 有患者达到了每天4000欧元 都临时的DS主任李维德尼解释道 如果患者需要进行插管治疗 或者ECMO及体外呼吸循环治疗 费用会明显增加 而接种过疫苗的人的病程更短 更温和 重症监护的案例十分少见 如果当下住院的人们 当初选择了接种疫苗 那么可以避免其中90%的人住院 例如在皮埃蒙特的 所有142名重症监护中 超过70%的人未接种疫苗 而他们一天的治疗成本约45万欧元 根据Otams的说法 如今 意大利在疫苗接种的费用上 总投入了143.32万欧元 与尚文一个大去一天的治疗费用来比 相当于4天左右的住院成本 在2021年11月19日 至2021年12月19日一个月期间 错过疫苗接种的成本 超过了1.4亿欧元 这些数字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它对意大利的国家卫生系统的总支出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避免这笔费用 它将可以在这个危机时刻 用到更关键的地方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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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